平常不招来和尊重世人 而想求得贤能之臣 这就好像不雕琢玉石 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 所以招来和尊重世人的方法 莫过于兴建太学 太学是贤士的来源 是推行教化的根本 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 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 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 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 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 用来培养天下的世人 经常考试 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 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节了 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 其职责就在于上乘人德 而向下传播教化 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 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 恩责不能留步 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 有的不遵守朝廷的法度 残酷的虐待百姓 与坏人勾结 贪图财力 百姓贫困孤弱 冤屈痛苦 无法维持生计 十分不合陛下的心 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 中郎 两千旦官员的子弟 选任郎官 又以家庭赋予资财为条件 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 而且古代所说的功 是按照任官正级的好坏来区分大小 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 所以本是小的人 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 也仍做小官 贤能的动良之才 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 也不妨做辅政大臣 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 一心做好本职工作 而建功立业 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 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 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尽职 因此 连结于耻辱 相互转化 掺杂 贤能与不孝 混淆不能辨别真伪 我认为 应让列侯 俊首 两千旦官制的官员 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 选择贤能的人 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 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 选送的人有贤德 就给予赏赐 选送的人不好 就给予惩罚 如果这样 所有两千旦官员都会全力以赴的寻求贤人 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 而为皇上效力了 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 那么三代盛盲的工业不难于造就 而且尧顺的美名也可以企及 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 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 根据个人的才能大小给予不同的官职 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 就会使廉洁和耻辱 贤与不孝区分得很清楚了 我听说积少成多 积小成大 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 而变成美名远扬 由卑微而达到显赫 因此遥起步于诸侯之位 顺兴起于深山之中 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 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 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 不能阻塞 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 无法掩饰 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 君子正是凭借着他而感动天地 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 才能成就大业 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 才能功德张明 本身积累善德 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 每天都在增长 自己却不知道 本身积累恶行 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 自己也没有察觉 这正是唐瑶雨顺 成就美名 和下节商咒 令人悲悼容拒的原因 快乐而不淫乱 反复行善而不厌倦 这就是道 遵循道行事 万事无避害 只要有避害产生 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 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 有所偏废 所以政治昏乱 政令不行 补救的办法 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 去补救击毙罢了 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 侧重点各有不同 并不是他们相互矛盾 他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击毙 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 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 所以孔子说 要说无为而至的人 应该是顺吧 顺改换历法 改变衣服颜色 只是顺应天意罢了 其他一切都遵循谣的治国之道 哪里改变过什么呢 所以圣明的君主 有改变制度的名义 而没有改变制度的实际内容 然而 下代推崇中职 上代推崇恭敬 周代推崇礼仪 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要各自成就前朝的趋势 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 孔子说 商代继承了下代的制度 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 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 所废除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 若有人继承周代 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 那也是可以推测得出来的 这是说 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 也就是使用下商周这三种了 下代是继承了有余式的制度 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 那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 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 道之所以精深博大 是因为它来源于天 只要天不变 道也就不会变 所以 下渝继承渝顺 渝继承唐瑶 三位君主相互接受善让天下 而遵循相同的制度 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击毙 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 由此看来 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 继其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 继承一个政治昏暗的朝代 继其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优优独立不会 感谢观看